刚刚划过一道闪电,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如果球哥问大家,本赛季联盟中哪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最强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拥有三巨头的篮马 或者是兵强马状的胡人和拥有伦纳德和乔治的快船 但数据显示,这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才是现今联盟中最强的首发阵容 而这支球队就是七六人 在昨天东西部榜首之战战上了胡人后 七六人首发阵容的战绩便是来到了十胜零负 虽然说有一定的样本过少的因素 但是也不可否认新赛季中七六人首发五虎的进化 而在此基础上,七六人也是牢牢占据了东部榜首的位置 那么问题来了,七六人是怎么做到这一期的呢? 在上赛季惨败凯尔特人宣告死亡五大阵容破产后 七六人便是在休赛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七六人先从球队管理层的层面进行了改变 先是敲进了李福斯担任球队新任主教练 而后又是聘请了莫雷担任球队总裁 而两人的加盟也是将七六人分崩离析的更衣室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其中,李福斯先是明确了以双帝为核心班底 并且确立了以恩彼得为战术核心的地位 让双帝不再打法模糊化 因此,在本赛季我们就可以看到 虽然西蒙斯还是组织核心 但是西蒙斯的进攻比重明显下降 西蒙斯场军出手9.2次 场军得分13分 都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新敌 然后又做足了球队建设并给球员灌满鸡汤 这让球队又充满了能量 而两人的作用也不仅于此 随后他们又让费城制服组的业务水平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在休赛期的自由市场开启后 七六人先是倒贴选秀权送走了占用进攻空间 又占用薪资空间的霍福德 得到了薪资更低的3D球员格林 而后又倒贴选秀权送走了占用球权的理查德森 得到了现金联盟的顶尖射手赛斯库里 于是新赛季 七六人的首发五虎变成了双帝加三射手的组合 简单点说就是以内三射外挂一个组织核心 而这也使得恩彼得的威胁更加突出了 因为外线有三大射手的掩护 而不再是毫无投射能力的西蒙斯 其中哈里斯生涯三分命中率为36.4% 格林生涯三分命中率为40.2% 库里生涯三分球命中率则是高达44.3% 更致命的是库里还处在上升期 每个赛季都在变得更好 上赛季库里的三分命中率也是来到了惊人的45.2% 而球队有了这样的射手其他球队在布置防守战术时都是不敢放空 这也就让恩彼得有更多的第一位单打机会 而我们要知道恩彼得的第一位能力在联盟是属于顶尖水平 这也就使得恩彼得在本赛季场均可以拿到27.3分 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有了极大幅度的提升 而要知道此前恩彼得的投篮命中率从未达到过50% 可以说里福斯和莫雷建立的这套阵容体系 正是76人首发阵容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的主要原因 而这套阵容体系对于里福斯来说简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毕竟当初的凯尔特人三巨头时期就是这套阵容 当然也不仅仅是里福斯和莫雷的这一系列操作 让76人这套首发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还有就是球员自身的成长 首先是恩彼得 在本赛季恩彼得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处理包夹防守 在此前恩彼得在低位接球时对手就会在墙侧加强协防并且上下击 由于恩彼得阅读防守的速度较慢 常常反应不及时 这就导致自身发生失误或者拖延整体进攻节奏 甚至有时候只要恩彼得在自己的进攻威胁区内处球 都会受到对手的多人围剿而导致自身发生失误 而这也是对手对付恩彼得的常态 但是在本赛季恩彼得变了 他能够很好的应对对手的包夹 能够及时的找到外线的空位射手 并且还能通过对手的包夹为球队拉开空间 比如这个回合 恩彼得在低位接到哈里斯的传球后 格拉汉姆立马就上前夹击恩彼得 但恩彼得发现后迅速回传给外线空位的格林 而格林在看到罗奇尔补防后也是转移给了哈里斯 哈里斯也是成功命中了三分 比如这个回合 恩彼得持球往禁区造杀伤时 面对着热火三人的包夹 恩彼得也是迅速传给了底脚空位的格林 格林也是成功命中了三分 可以看到 对手在给恩彼得上包夹后 恩彼得及时地传切给队友 创造出了很大的进攻空间 但是恩彼得也还是需要继续提升 尤其是球场事业 当然在本赛季恩彼得的投射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很大原因便是恩彼得开始更多的采用急停跳投的方式完成终结 比重也是一跃从上赛季的7.9%提升到了21.4%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 对位球员无法给恩彼得更大的压力 这也让恩彼得有了更高效的表现 可以说现在的恩彼得不仅是被对手夹击针对 也能够帮助球队得分的助攻机器 还是能够交出五成命中率 且非常善于制造投篮犯规的上分机器 这样的恩彼得对于球队的影响力 可以说是十分恐怖的 最后便是恩彼得在这赛季 明显有了更强的领导力 他开始减少抱怨 低调打球 并且将目标放在集体荣誉上 而不是个人荣誉 可以看到恩彼得真的成长了 其次便是哈里斯 上赛季哈里斯的发挥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而这也是直接导致76人 在首轮被凯尔特人横扫出局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李福斯加盟球队后 哈里斯也是再次迎来了春天 由于哈里斯身体素质并不出众 这使得他不擅长对抗 所以这赛季 李福斯便给哈里斯设计了更多的无球和转换进攻战术 于是 在上赛季 哈里斯平均每次出球做3.04次的运球 到了这赛季减少到了平均每次出球做1.63次的运球 场均的出球时长也从3.1秒减少到了2.8秒 同时 上赛季哈里斯的面框单打加低位被打场均有4.1次 但到了这赛季 面框单打和低位被打场均仅有两次 而相应的 哈里斯更多的是在恩彼得制造出的空位下 进行出手 同时 当哈里斯持球时也更多的借助了恩彼得的掩护 这都使得哈里斯在这个赛季的效率极其高效 场均可以得到19.8分 投篮命中率高达51.8% 三分命中率高达45.8% 当然 哈里斯也不仅仅是在进攻端迎来春天 在防守端同样是表现亮眼 上赛季 对手在哈里斯防守下 投篮命中率会提升4.8% 但到了这赛季 这个数据就已经变成了3.7% 还有就是 这赛季有哈里斯在场的时间 76人每百回合丢分 比他不在场的时候少11.1分 可以说 哈里斯是76人阵中防守端 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现在 76人也是以13胜6负排在东部第一 当然虽然不知道 今年76人能够走得多远 但是至少现在76人的确是给球迷看到了 相信过程2.0的一部分成果